來繼續來說 歐都帝國這個議題 在這次的選舉來發展 選後也繼續將做 哪立共同的議題 民進黨的歡迎黨團 說他就要來回應民意 所以他們要提案來修正選法 要增加共進白歐的條款 只要是把卡過的歐金 請獨吃 都不能參選 國民黨的立委隨意跳出來這議題 說你的心意選的會期 話說要修法 根本就是在打架球 實質上是要讓行 五以龍保選立委 要把五以龍歐都的票簽家抓到 民進黨白選檢討 當然的草莫手 讓人說有歐都的北京 民進黨的立委 就提出將白歐的條款 入入三百分 整款歐金請獨北京人 不能參選 請民對割回應民意 我相信也是跟 這次民進黨在選舉 當中不順利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這是回應整個選後檢討 我們黨團內部的一個 這個結論之一 白歐條款也通過未來 經過減少路面條例 特殊為害防止條例 請保大友渡海關注條例 跟整個防止法頂頂 經過破行 確定就不能參選公斤 不過國民黨 提出兩點這幾任意 對經生人不公平 貿易擺算專業焦點 這個會其實省預算 只剩三個禮拜 有可能修法嗎 你講白了 只是為他的敗選 找一個出口 甚至於為吳怡農護航而已 用協商的方式 如果大家有共識 就可以處理過關 不要再把自己的問題 搞成別人的問題 民進黨要做足 不要讓別人覺得 我們覺得我們在打假球 閣東是否真正在說 這個實際點在發生法 金富士為了吳怡農 民進黨的掃黑條款 到底的是虛放一招 那執政黨裡面 黨的機器裡面有黑的背景呢 是不是更該掃 抹黑吳怡農是黑道 真的是太誇張了 結果面對國民黨涉賭 涉灘 涉殺人 殺警察 卻說要給更成人機會 國民黨真的是大雙標 搞合他的選舉 有很多黑隊政議 選後如果你的公共也要不選